今天来示范一下什么是SEO的实际范例解说 像之前有在我的录影画面里面 实际的影像录影画面里面有提到什么是SEO SEO就是SEO这三个字 SEO就是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 搜寻引擎优化的意思 搜寻引擎优化主要就是让你的网页容易被找到 网页容易被找到 怎么样被找到呢 就是搜寻关键字的时候容易被找到 那我现在来示范一下这个BNI这三个字 那BNI这三个字的意思是 如果你有参加这个商会组织的话 这种商务组织的话 你会知道BNI它是一个 有每个礼拜的某一天 除了礼拜一之外 礼拜二到礼拜五 每天在全世界 各个国家都有早餐会 早上6点40 6点的比较早大概6点半开始 然后到8点半结束 的这种早餐会 那这种早餐会呢 它是一种商务组织 就是每一个人呢 都代表他自己的产业 然后呢 每个产业只能够有一个人做代表 也就是说他的产业不冲突不重复 在同一个分会里头 那一般会去参加这种早餐会的人呢 大部分都是业务性质的人 或者是老板 或自行创业的人 好那 如果是这类的人呢 他们会去搜寻BNI这三个字 那我按下搜寻的时候 你会发现 搜寻这个Google的搜寻结果 会出现第一笔BNI 通过引键拓展台湾商界人脉 这个 看他网址 www.bni.com.tw 你把它点开看一下 好这个BNI这是 我们叫官方网站 官方 官方的网站 所以呢 打三个BNI三个字 第一笔出现官方网站 这是合理的 这是非常合理的 那第二笔呢 哎哟 长虹分会 好 点开看一下长虹分会 好这是长虹分会的网站 好那长虹分会呢 他的历史也已经有超过五年以上了 据我所知 应该也是超过五年以上 好像2009年就已经开始了吧 那我们再看一下第三笔呢 第三笔BNI介绍 桃团 桃团 桃团永恩 BNI永恩分会 好把它点开看一下 好这是桃团的永恩分会 OK 那 这个永恩分会呢 是我制作的Blog网站 这是我制作的 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讲 这个SEO那么重要呢 也就是说 人家今天要找到你的时候 让客户自动来找你 让客户自动来找你 怎么找呢 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习惯就是这样子嘛 如果你今天要买一个东西 那你会习惯直接跑到街上去找这个东西 找这个商店的几率已经大幅降低了 大部分的人都是先上网去搜寻一下那个关键字 那我今天用BNI这三个字来举例 代表他是很精准的客户群 因为一般人他不会去搜寻BNI 一定是知道BNI是什么东西的人 他才会去搜寻这三个字 所以他如果搜寻BNI代表 他今天想要去参加这个BNI的商务聚会 他才会去搜寻BNI 那这样的人呢就是精准的客户族群 所以如果他搜寻BNI的时候 那你的网站能够出现在网页的地 第一页 或者是第二页 或者是第三页 都已经算不错了 都已经算不错了 但是呢一般人的耐性 只会停留在第一页 顶多就前三页 如果到第三页之后的话 被找到几率就比较低了 就比较低 那当然有的人很有耐心 他会一页一页去翻 可能会翻到第五页第六页以上 那可是呢 当然曝光度最最高的是在第一页嘛 所以你会发现搜寻BNI的关键字 第一笔官方网站就很正常 第二笔藏红分会 已经很厉害了 而且他历史蛮悠久的 然后第三笔就是我做的 桃园BNI永恩分会 所以我们其实 网站的曝光度还蛮高的 被看到的 的那个几率还蛮高的 然后第四笔 台中市区 第五笔又是美国的官方BNI网站 所以这个就叫做SEO 搜寻引擎 搜寻引擎最佳化 就是希望你的客户 如果你今天从事的是 譬如说 休闲运动服 那人家在上面打 休闲运动服 譬如说好 我实际打 休闲运动服 休闲运动服 然后你看 第一笔 广告 第二笔 广告 第三笔 广告 第四笔呢 他不是广告 不是广告 这个就叫做SEO 自然搜寻排名 自然的搜寻排名 那前面这个广告 还有右边的这个广告 是因为他们附了Google 关键字广告的费用 所以他们会列在上头 这个是有付钱的 就是我点下去 他就会花掉5块 10块 20块 50块 100块 甚至更贵 这个是依照竞争去排名 那底下这些是SEO 关键字自然排名的 自然排名的 所以今天 如果你贩售的商品 你去Google一下 你自己的关键字 那出现如果在第一页的话 这个就叫做 让客户自动 找到你的方法 所以我们简称 让客户自动找到你的方法 那怎么样做到这个方式呢 怎么样做到这个方式呢 你可以看一下 我的官方网站啊 有一个软体 有一个课程 在产品介绍这边有一个 15个SEO网页优化的教学 我们叫网页优化嘛 让客户 怎么样 如何让客户自动找上你 这是以前我出DVD的版本 后来把它做成线上课程 这里面就是在教学说 有哪15个步骤 可以比较能够让你的网站 列在搜寻排名的前面 甚至到第一页 这是要经过努力的 要经过努力的 但是它有15个方法 如果你不知道这15个方法的话呢 那你就不晓得 怎么样让你的网站 可以排名到前面一点 那如果你知道这15个方法的话呢 可是你不去做 那一样哦 你的网站也不可能 因为搜寻你的关键字 就跑到前面去 那有的人会说 那我搜寻我自己的公司名字 就跑到前面啦 这个 这个就是很好的SEO啊 我错了 你搜寻你的名字是因为 你的客户已经知道你的公司名字了 所以他搜寻你的公司名字 跑到首页 第一页 那很正常 因为你的公司名字本来就不多啊 没有人跟你竞争嘛 那如果说 你卖的是休闲运动服 那人家只会去key 这个休闲运动服这个关键字 他因为他还不知道 你的公司名字是什么 我们在网路上做行销 做SEO的自然优化排序 就是希望人家打产品关键字去找到你 而不是打你公司的名字去找到你 好 因为打你公司名字代表你的公司名字 已经有知名度了 或者是他已经知道你的公司名称了 他想要去找你 那但是我们在网路上做SEO 主要目的是让那些不认识你的人去找你 这个才叫做SEO 所以就是要把你的自己的产品关键字做 做好 让人家搜寻的时候 可以在google啊 或者是yahoo的自然排名列 排到前面去 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这个SEO的课程 那我这个课程卖的很便宜哦 我卖我才卖1800块 卖的非常便宜 一般你是外面上课也许要花掉好几千块 或者是几万块 那但是我这边讲究这很便宜的教学 就让你了解这个知识之后 然后让你可以去实践这个知识 那我们可以再到 刚刚我们去用google搜寻嘛 然后我现在再用那个yahoo搜寻 tw.yahoo 好在yahoo这边我一样搜寻bni 好你会发现 你看第一笔还是一样台湾的官方网站 bni.com.tw 然后第二笔呢是美国的官方网站 bni.com 然后第三笔呢 哦是长龙分会哦 刚google搜寻第二笔是长龙分会嘛 那yahoo的第三笔是长龙分会 那长龙跟长龙都是在 西元2009还是2008那个时候就已经成立了 所以算蛮早期的 好那他们排在前面 其实也无可厚非 因为历史比较久嘛 在seo的搜寻排名的15个关键报告里面 我有提到一个就是网站历史比较悠久的 他也有可能会排在比较前面 然后你看他们的网站其实是有人在 阅读的是有人在阅读的 所以有人阅读的网站也会比较容易排在前面 因为点击率比较高 在相较之下这个都是在比较的结果 seo的搜寻排名其实都是在彼此比较的结果之下 所呈现出来的 然后你看长龙之后的这一笔呢 就是桃园的永恩分会 就是桃园的永恩分会 就是我做的这一个永恩分会 那我做的方式呢其实 呃我会让照片曝露的比较多一点 譬如说我一点几年过来之后 你就会看到大大的照片 甚至还有影片 甚至还有影片这样 然后右边呢还有人头 右边还有每一个人的人头 每一个人头让他们的曝光率增加 那每个人头点进去之后呢 点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每个人的自我介绍 这是我做这个网站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曝光每一个人每一个产业 点进去之后会有他们每一个自己的产业别的介绍 相关介绍好所以今天呢主要的说明就是 给各位这个观念SEO的正确示范 那每个人都要去做这个SEO要做好 那有的人问我说 部落格现在行销还有用吗 部落格现在还需要做吗 现在有脸书了还需要做部落格吗 那我有公司的官方网站 我有需要做部落格吗 其实这个答案我给各位建议 其实是肯定的啦 其实像我这个是在Google的 你看Blogspot.tw 我这个部落格是在Google的部落格做的 所以这个搜寻结果还蛮好的 找BNI就可以找到第三笔或第四笔就找到了 在第一页就找到了 所以你说部落格行销有没有效 这是根据常委效应来说当然有效 而且是越早开始越好 因为它存在的越久的话 你的被搜寻的几率就越高 所以我今天主要就做这个证明 SEO怎么做 那做得好的话你就容易被找到 那你被找到都是免费的方式被找到 因为人家搜寻自然排名 你并没有登关键字的广告 并没有花钱就被找到了 那你说这样是不是很棒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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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买格 预县 红 转型 酷 转型 转型 修行 tod 精明 赏 软 鱼 重 If你的费带 软 软 油 软 软 红 软 软 软 一达 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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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